高息投资存款的实际应用 陈先生在筹备明年全家 去澳洲黄金海岸旅行 要订机票、酒店 还要兑换奥元 除了直接兑换外币之外 陈先生都可以考虑高息投资存款 赚到高息之余 又有机会兑换更多奥元 DPS是什么? DPS是一种和外币挂钩的 结构性投资产品 潜在利息收入比一般定期存款高 假设陈先生需要用港元兑换奥元 他可以用DPS将港元挂钩奥元 港元就是存款货币 奥元就是挂钩货币 之后订好协定汇率或利率 这个协定汇率会比现价低 重要的订投资期 可以在七日至三个月不等 所以只要距离去旅行还有一段时间 你也可以考虑投资DPS 这里有个实际例子 假设现在一元奥元兑换五个四港元 陈先生以五个三毫半港元作为协定汇率 他用五千元港元挂钩奥元 为期七日 年利率10% 一星期后 如果奥元汇价高过五个三毫半港元 本金和利息就会以存款货币 即是港元结算 这样陈先生可以收回港元本金和利息 赚到的利息就可以作为额外累费 相反 当奥元汇价得过五个三毫半港元的时候 本金和利息就会以挂钩货币 即是奥元结算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陈先生就要用高过现价的协定汇率接货 收回奥元本金和利息 虽然陈先生要用高点的价钱买入外币 不过DPS的利息 都有机会弥补部分差价 但是如果奥元带幅下跌 就会有损失了 DPS有什么好处 DPS有四大好处 第一 无论任何情况 DPS都可以收息 一般利率都会高过定期存款 第二 只要五千元港元就可以投资 第三 随时在网上获用手机投资都可以 第四 有奥元、英镑、家园等11种货币给你选择 外币汇率经常会有升跌 如果你分段投资DPS的话 都可以收息和增加潜在回报 所以无论去旅行 海外置业或者子女对外国升学 只要你有外币需求 DPS都适合你投资 不过要记住 投资会涉及风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